英雄爸爸公司智力研發 讓爸爸們開心、療癒的商品 創辦人劉威玲認為 在一個家庭裡 爸爸總被視為是最堅強的角色 大家理所當然地認為 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 爸爸們都能自己消化所有的不開心 解決所有煩惱 特別對男人來講 他是一個比較沒有被幫助的族群 因為他太堅強 看起來太不容易受傷 所以說所有基金會 所有的幫忙生都去幫忙女性 女性也值得被幫助 可是男性的都被人都在那邊 我跟你講填補這個恐懼 我們希望建立一個品牌 爸爸也可以有溫暖 也可以有個性、有故事 而不是純粹只是一個堅強的體驗 英雄爸爸公司裡第一項 而且最成功的計畫 就是英雄爸爸繪本 他告訴爸爸們 只要充實自我 讓自己變得更強大 一切困難都能引刃而解 後來我就離婚的時候 我就寫了一句話 會不會又又又 太痛苦了 我想要告訴其他男人說 有這麼一個方式可以解決我的痛苦 就是說 轉過身去從一開始這樣子 英雄爸爸更與台灣父親權益協會合作 透過現立社群舉辦講座 協助爸爸們重拾快樂與自信 那互助會的這種性質就有變成說 我們大家都是投入的 我們有以類似的遭遇或者是類似的經驗 我們的口頭會很快速 講座有分很多種 包括說 教你怎麼在危機中離散 包括交友 離婚以後爸爸媽媽跟媽媽們 或者是男女之間的交友 所以爸爸媽媽 他們在未來將會持續推出講座與計畫 為爸爸們創造能安心放鬆休息的小世界